潘汉年 因何得罪毛泽东与江青儿两次入狱 1955年4月3日 潘汉年被捕 直接原因是1943年秘密会见王精卫 隐瞒十二 严 没有向组织汇报 抓捕潘汉年 不仅出乎潘的意料 就是参与骑士的陈毅 罗瑞卿等高层人士也是始料未及的 1956年4月26日 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 毛泽东谈到潘汉年 什么样的人不杀呢 胡锋、潘汉年、饶术时这样的人不杀 连被俘的战犯轩统皇帝 康泽这样的人也不杀 不杀他们 不是没有可杀之罪 而是杀了不利 1962年 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就话重提 有个潘汉年 此人当过上海市副市长 过去秘密投降了国民党 是一个CC派人物 现在关在班房里头 但我们没有杀他 像潘汉年这样的人物 只要杀一个 杀戒一开 类似的都得杀 短短两次讲话 内含十个杀字 显示了毛泽东对潘汉年的特殊情节 但以后发生的情况是 毛泽东轻易放过了潘汉年 1963年1月9日 最高法院开庭 潘汉年认罪 被判有期徒刑15年 剥夺政治权力终身 一个月后 他被假释出狱 与妻子董会一同被安置 在北京的团和农场 每个月有200元的生活费 肉 但都有供应 虽说头上戴着反革命帽子 他仍有一定自由活动的天地 可以进城探亲访友 不知道毛友 此人从此不能信用的批示 潘甚至还向组织申请去香港 继续为党工作 众所周知 潘案由毛泽东亲自主持 纵使潘的好友和直接领导陈怡 李克农和周恩来出手相助 也于社无补 抓潘出乎意料 放潘更出乎意料 毛泽东判案 时可谓天威难测 不安排力出牌 凡天下事 欲有逻辑 研究一段历史 不仅要看有没有史料 更要看符不符合逻辑 有史料 无逻辑 可能就是错 无史料 有逻辑 真相也许就在其中 潘汉年一案 至今扑朔迷离 不仅史料缺乏 当事人也大都去世 本文的目的是根据已有的史料 对潘汉年案做一个尽可能合乎逻辑的解释 一 潘汉年案的三个关键人物和事件 李氏群 1905至1944年 早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由上海美术专科学校 上海大学毕业 大革命失败后 曾留学苏联 毅业于东方大学 1928年回国 以蜀文通讯社记者身份 从事地下活动 1932年被国民党中统特务逮捕 自首判变 被委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上海区情报员 不久 李要求中共允许他归队 经考察 不果 抗战爆发后 李潜伏南京 1938年逃至香港 投靠日本人 后回上海为汪伟做情报工作 1939年秋 为留退路 李再次向中共有关方面表示 希望与中共合作 经中共中央社会部批准 潘汉年与李氏群建立联系 派官陆到李身边工作 潘汉年1943年会见汪精卫 是于李氏群的安排 潘本来的任务是到上海与李见面 获取有关汪伟扫荡的情报 不料李渭提高自己在汪政府中的地位 通过胡君赫把他诱往南京 以半激将 半挟持的方式带他见了汪精卫 潘汪会谈本身没有任何实质性内容 重要的是会见的政治意义和影响 回到根据地 潘汉年本想去世汇报 但因为当时正值淮南根据地整风高潮 杨帆等敌工干部被审查 潘帕被牵连 对饶术时隐瞒了在南京秘密会见汪精卫一事 第二年 李氏群、汪精卫相继去世 会面的见证人只剩下自己和胡君赫两人 这无形中又增加了潘汉年的侥幸心理 1945年初 潘汉年参加七大道研 毛泽东与他单独谈话 阴差阳错 已准备和盘托出的潘又一次隐瞒了他在南京秘密会见汪精卫的情况 不久 国民党当局捕风捉影 在报上披露了潘汉年在南京秘密会见汪精卫 李富春在武汉秘密会见日本占领军高级军官的事 时任中共社会部领导的康生亲自向李富春 潘汉年和时 再次遭到了潘汉年的否认 于是 毛泽东亲自批发了由刘少奇、康生署名发给饶术时的电报 至于敌伪及国民党各特务机关说汉年到南京宇是访谈谈并见过汪精卫等等 完全是造谣污蔑 妄告情报系统的同志千万无听信此种谣言之中敌人奸计 毛泽东亲自为潘汉年辟谣 后却得知潘欺骗了他 有理由相信毛会恼怒 但反应如此之强 惩罚如此之重 却似乎有些不合逻辑 潘元以为只会受严厉批评或几率处分 在上交材料后以打电行李准备返回上海 潘队会见汪精卫事件的解释和呼情理 他在党内对毛也无威胁 放潘一马 既能显示主席的气度 又能鼓励更多人向党交心 毛和乐而不韦 细皮毛以后对潘岸的讲话和处理 感觉他们之间的过节似乎不是一种公愿 而是一段丝绸 胡君赫 1907-1993年 早期中共领导人 曾任共青团中央书记 后头靠日伪 抗战后帮助中共 是潘汉年案的当事人之一 潘的三大罪状之一是任命 汉奸特务 胡君赫等人在公安部门担任重要职务 潘主动坦白见汪一事 源于知情人胡君赫的被捕 李氏群死后 胡君赫成为76号负责人 抗战结束后 胡被国民党判十年徒刑 三年后再次启勇 1949年初 中统在撤离时江湖留下 指定他担任京南京湖地区潜伏组织的负责人之一 无意再替蒋介石卖命 胡派人到香港和潘汉年取得联系 表示愿意投奔解放区 上海解放后 胡君赫随华东情报部进入上海 由于有抗战时期与中共合作的历史源源 更由于形势的需要 杨帆在报经华东局书记饶述时批准后 江湖放在上海市公安局作为特勤人员参与诉访工作 并让他担任了一个有起义 投诚人员为主组成的 作为咨询机构的情报委员会的主任委员一职 受此重用 胡主动提供了一份遗语运用 即可与运用之户地梁统指中统和军统人员表 情报委员会在上海解放初期反客运动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1954年秋 受杨帆牵连 胡君赫被隔离审查 1955年春天被正式逮捕 胡被定性为潜伏特务 根据就是他自己交代的中统层指示 他尽可能打入中共内部 1955年3月 潘汉年随上海代表团到北京出席中共全国代表会议 在通报高岗 饶恕时反党联盟的问题后 毛泽东敦促历史上有其他问题的人从速交代 会议还专门印发了逮捕胡君赫和江杨帆隔离审查的材料 这使潘汉年坐卧不安 杨帆是自己分管的公安局局长 胡君赫更与自己有说不清的关系 有理由相信 当年在南京擅自健忘一事以为中央知晓 毛泽东的讲话可能是对自己在旁敲侧击 1955年4月1日夜间 为争取主动 潘汉年向陈毅交代了当年在南京健忘一事 4月2日上午 陈毅向毛泽东报告 时隔19年 毛泽东第二次对潘汉年下了不能信用的段语第一次是1936年8月 潘代密码从莫斯科归来 迟迟不去延安报道 4月3日 罗瑞清代人秘密逮捕了潘汉年 以后的历史表明 胡君赫被捕后并没有揭发潘汉年 这也许是他对潘汉年大权在握时对其重用而没有杀人灭口的回报 1982年 潘汉年平反 胡随即被假释 1984年 有关部门对胡安作出复查结论 胡君赫曾叛变革命投降敌人充当特务 历史上是有罪的 解放后期已向组织做了交代 并早在1941年及与我建立了联系 为我做了工作 根据党的政策 对其历史罪行应既往不救 潜伏特务问题系错定 应与平反 因此原定胡君赫犯有反革命罪不能成立 应与否定 鉴于胡因受攀杨冤案千连关押28年 上海市公安局决定 胡君赫享受行政15级离休干部待遇 与延渡晚年 1993年3月 86岁的胡君赫寿终正寝 杨帆 1912-1998年 原名石韵华 江苏常熟人 1932年就读北京大学中文系 1935年在南京国立戏剧专科学校任训导出秘书 介入戏剧界 1937年到上海 参加上海剧议社 秘密加入中共 解放出 任上海市公安局局长 曾以潘杨案件震惊全国 1954年入狱 1978年获释 杨帆与潘汉年的友谊 缘于一场缘语 1943年 借抢救失足者运动之名 康生密电新四军政委 华中局书记饶述时 将杨帆逮捕 因差杨错 潘汉年成了杨帆案的审理人 经调查 潘认定杨无辜 但又不能无视康生指令 贸然释放杨帆 无奈中 潘作诗一首 传给尚在狱中的杨帆 怀言 继于寒风一处求 乡间何必是闻仇 无权拆欲空叹息 咫尺天涯极许仇 祝杨帆自言 十个月后 杨帆获释 和他的专案组组长潘汉年 成了朋友 他们的友谊延续了十年 直到1954年12月31日 杨帆被一个电话约去北京开会 杨再回到家 已是24年以后了 1978年 杨帆已被逼疯 连前来劳改农场 接他回家的妻子儿女 也不认识了 见到妻子李琼 杨帆大喊 已是江青派来的 虽是风化 却易于道破天机 24年的老雨 非潘汉年之累 乃江青所赐 至今人不清楚 当年的潘洋案件 是潘汉年连累了杨帆 还是杨帆连累了潘汉年 或许他们相互连累 自始至终 这就是一起事出有因 查无实据的莫须有冤案 1936年 潘汉年携带共产国际密码回国 迟迟不去延安报道 得罪了毛泽东 1939年 向英反对毛江结婚 杨帆为其搜集材料 又得罪了江青 薪酬救援 历历在目 潘洋关系 玉里还乱 毛泽东对潘大洞干戈 若仅仅是为12年前 健忘经卫一事 似乎太小题大做 但若理解为毛 对历史旧债的清算 和对一年前匿名信事件的反应 却能够解释许多 以前不能解释的问题 二 匿名信事件 1954年3月下旬 江青收到一封匿名信 信是从上海发出的 由浙江省交际处长 谭维平转交江青收 江青收到匿名信后 先是找了浙江省委书记 谭启隆 谈了一个上午 据前公安部长王芳回忆 第二天 江青找我谈 也谈了一个上午 也是讲自己的历史 说自己青年时期 就是一个非常进步 非常坚强的革命者 现在有人污蔑他 是别有用心的 是有其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的 江青还把匿名信递给我看了 我瞄了一眼 就不想再往下看了 把信递过去 江青一脸严肃地说 你不看谁看 这是一封反革命匿名信 你公安厅长看清楚了 要给我破案 有人编造谎言诬陷我 罪翁之意不在酒 矛头实际上是针对主席的 匿名信主要写的是他 20世纪30年代在上海的一段风流丑事 和被捕便捷的历史问题 内容非常具体 写信人肯定对江青过去的历史十分清楚 因写信人深知江青 30年代的历史及党内上层情况 江青推断此人必是党内高干或文化界名人 或是他们的夫人 当时我理解写信人接他牢底 挖他窗吧 是对他如今贵为第一夫人的 骄横作风非常不满 向他提出警告和批评 要他识相一点 不要太张狂 江青给我看了匿名信后 突然问我 你熟悉杨帆吗 我当时对他的发问毫无警觉 随口就说 解放前 我是八路军 他是新四军 解放后 他在上海当公安局局长 我们来往比较多 关系较密切 听我这样一说 江青就有点不高兴 半音半扬地说 你知道他过去叫什么名字 他过去不叫杨帆 叫阴阳 在国民党南京去专工作过 这里涉及到江青和杨帆之间的一段公案 30年代 杨帆译记者的公开身份 在上海左连从事文化就网运动 因此 他对江青在上海被捕辩解 复杂社会关系以及风流丑闻了如指掌 1938年9月 杨帆调新四军军部担任秘书监军法处调查科长 负责情报搜集 1939年 时任新四军政委的相应 听说毛泽东要和江青结婚 只是杨帆整理一份有关江青在上海历史问题的材料 以相应的名义 向沿岸党中央写了一个报告 报告最后直言不讳地写道 此人不宜与主席结婚 报告按照行文常规 著名材料来源是杨帆 报告落入了时任中央社会部部长的康生手里 他把它交给了也在社会部工作的江青 没有资料显示毛泽东是否看过这份报告 但对江青来说 这无疑是一件刻骨铭心的往事 忘了谁 他也不会忘了杨帆 1954年逆明信的内容 和1939年相应报告的内容相同 信又发自上海 在杨帆的管辖之下 王芳继续写道 逆明信被定为18号案件 由公安部部长罗瑞清副总责 上海方面由黄赤波负责 浙江方面由我负责 会议并对案件进行了具体分析 把重点对象 访在30年代 曾在上海为一届工作过的人员身上 侦破工作在非常秘密的情况下进行 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籍科庆师 亲自抓案件的侦破工作 每隔几天就要听取一次汇报 当时 专案组先后收集了800多人的笔记 进行了笔记鉴定 他们将那些与匿名信笔记相似 而有对江青不满的人都列为侦查对象 进行重点侦查 锦案件的卷宗就有五六包之多 这些侦查对象 包括江青过去房东家的女佣人秦桂贞 她了解江青20世纪30年代的历史 东海舰队司令陶勇的夫人朱兰 她曾说过对江青不满的话 也被列为怀疑作案对象 然而 时间拖得很长 案子还没有结果 当时受侦查时间最长 怀疑最多的誓言上海市文化局局长 赖少奇的妻子曾飞 事情是由她的丈夫赖少奇引起的 赖少奇在上海市第一届党代会上提过一个议案 要求组织上对赫子珍的生活给予照顾 江青及其记恨赫子珍 公安部门注意赖少奇后又发现 赖少奇的妻子曾飞与赫子珍一家关系密切 并且对赫子珍的处境深表同情 而且对毛泽东1952年在上海没有与赫子珍女儿黎明见面 一事颇有为辞 另外 赖少奇又恰好是在华东文委工作 经过一年的折腾 18号案件始终没有侦破 成了死案 毫无疑问 江青相信杨帆与此案有关 而杨帆领导正是潘汉年 有理由相信 潘洋案件此时已进入酝酿阶段 缺的只是一个突破点 没有证据表明 毛泽东也相信江青的判断 但他后来对潘洋案件的处理 一确给人一种借题发挥的感觉 比较靠谱的推断是 毛即使不信 至少也疑 毕竟 对江青三十年代在上海的往事 潘洋都是知情人 1961年 林博渠夫人朱铭给中央写信 反映林博渠死后的一些遗留问题 经查队 两封信的笔记一模一样 朱铭承认匿名信是他写的 并立即自杀 毛泽东 江青这时才知道 抓错人了 中央设立18号案件 要抓的是朱铭 却误抓了潘洋 城门失火 央即持余 潘洋成了朱铭的替罪洋 江青与潘汉年肃无恩怨 整潘纯粹事物 以为匿名信事件与洋有关 而潘又是洋的后台 毛泽东与潘虽有过节 若无匿名信事件的影响 很难想象对潘的处置会如此严厉 显匿名信相互攻击 是中共高官夫人之间阶级斗争的特殊表现 男人在政坛上斗 女人在促坛上斗 毛泽东说 与人奋斗 其乐无穷 于是 我们看见朱铭斗江青 江青斗王光美 也为兵斗夜群 对毛泽东来说 剑王精卫不是罪 写信攻击江青是罪 否则 周恩来四一二大屠杀后秘密会见蒋介石 为何无罪 陈庚被抓后无故获释 又为何不宜 三 毛泽东与潘汉年的历史雷怨 潘汉年案的另一背景 是潘与国际派的关系 1931年10月王明赴苏联前 潘就被确定为王明与伯谷之间的秘密联络员 十三这一重身份 只有王明与伯谷知道 1933年1月 伯谷一到瑞金 便将毛泽东在政治上边缘化 博了毛泽东的权 6月 潘汉年也到了瑞金 和国际派博古 张文天和王家祥等人打得火热 遵义会议后 国际派的第三号人物张文天落伏取代博古 同时毛泽东回到了最高决策层 为队远在莫斯科的王明和共产国际有个交代 事先确定的秘密联络员潘汉年便派上了用场 遵义会议后不久 潘汉年和陈云先后赴苏联汇报遵义会议情形 临行前 博古和潘汉年 两人推心致富地谈了近四个小时 谈着谈着 两人都流泪了 1936年8月上旬 潘汉年写密码到达陕北 向张文天单独汇报 毛泽东的心情可想而知 更糟糕的是 潘一到保安 就有拆台之举 剧情浮全披露 潘告诉张文天 他对张浩的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 感到怀疑 毛德之后 对潘的职律很不满 对潘的迟到 尤其是对潘汉年途经香港时 没有明显的理由滞留二个月 更是不以为然 正如学者王彬彬所说 严格说来 张浩与潘汉年一样 只是信使而不是代表 张浩是共产国际的信使 潘汉年是王明的信使 当张浩在毛泽东的怂恿下 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 致电张国焘时 当然是一种僭越 潘汉年对此质疑 张浩会感到难堪 而毛泽东则一定很恼怒 关于张浩冒充共产国际代表 向张国焘假传圣旨一事 是中共党史上另一桩公案 笔者将专门撰文探讨 在决定派谁先期 与国民党代表陈立福 接触一事上 毛泽东与其他领导人也有争议 国际派张文天 周恩来 我古都主张派潘汉年 毛泽表示反对 秦福全写道 当天休会后 毛泽东对周恩来说 潘汉年这个人不知轻重 这么重要的密电码放在脑子里九个月 不积极返回陕北中央根据地 把密码交给纪要处后再去办别的事 却先去办果共和谈 让我们在这里急等 耽误了大事 这样的人不可信用 毛还说 博古 王明很看重潘汉年 我看他是王明的人 对王明安排的任务比交密电码给中央还看得重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对潘汉年下不可信用的断语 1955年4月在北京 不过是重复19年前在保安说过的话而已 当然 1936年的毛泽东还没有能力下达立即逮捕审查潘汉年的命令 否则 正如王彬彬所说 廉安整风也就没有必要了 4 毛泽东式的道歉 假释 不审 不判 官司为止 似乎是毛泽东最初对潘汉的政策 由于朱明的自杀 事情发生了转机 1962年 在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谢绝哉的主持下 一个代数法庭成立 三名审判员 彭树华 曾汉周和丁坟 被选了出来 根据彭树华的回忆 公安部预审认定潘汉年的罪名主要有三条 一是1936年投降国民党 二是抗战期间投靠日本特务机关和秘密会见王精卫 三是上海解放后掩护大批特务反革命分子 并向台湾供给情报 引发上海二六大轰炸 对于指控 他只承认和汪精卫见面是一个严重的错误 当时来不及写信汇报 除此之外 他一概不承认 但是在看案卷时 我也发现了一个微妙之处 对于投向国民党 充当国民党特务的指控 只有公安部某位领导提审时潘汉年才认罪 当时我们听说上面给潘汉年做了一些思想工作 告诉他只要认了罪 判了刑就访人 这也是为什么后来庭审时潘汉年都认了罪的原因 此时的毛泽东似乎已不想再关潘汉年了 审判是毛给自己下台阶 找理由放潘 从最初的十杀令 盘到潘汉年 毛先后用了十个杀字 到后来的十五年徒刑 再到立即假释并恢复待遇 毛对潘的怨恨好像突然消失了 各种原因与十八号案侦破 朱明自杀不无关系 当然 潘汉的审理不能与匿名信事件挂钩 抓的时候没有用那封信为理由 放的时候自然更不能涉及朱明 这是一桩不能提的往事 涉及江青 与伪大领袖的形象有关 深知代数法庭的功能 时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谢绝哉对审判员说 你们辛苦了 你们对潘汉年案卷材料看得很仔细 提出了你们的看法 这很好 不过你们提出的问题 我们高法是搞不清楚的 德峰同志跟你们说过了吧 潘汉年案是中央交办的案子 我们只是办理法律手续 谢老一席话 再次让我们知道了自己的角色 彭树华继续写道 谢老可能看出我的情绪 转头问我 你读过王博写的《藤王阁序》吗 然后说王博的这篇文章里 有这样两句 曲甲异于长沙 非无圣主 篡良红于海曲 启伐名诗 说完王博的诗 谢老又看似很随意地说起另一位历史名人 王博的这两句诗说的是汉、唐的诗 还有宋代的岳飞 他主张抗金 却被诬陷要谋反 难道当时没有人知道岳飞是被冤枉的吗 当然有人知道 但在当时 宋高宗一心要和金人一和 所以谁能救得了岳飞 看来 谢绝在深知潘汉年案的各中曲折 只是不能说穿而已 1963年1月 最高法院开庭 潘汉年的审讯进行得很顺利 没有遇到任何困难 对于起诉书指控的罪行 潘供认不讳 按中央指示 法庭叛潘汉年15年徒刑 随即保释 几乎与此同时 杨帆获刑16年 一保释 审了 判了 放了 此时毛泽东与潘汉年恩怨已了 真相大白 匿名姓的真凶朱明已经死了 1967年 文革进入高潮 潘汉年再次入狱 1970年 在没有任何新问题的情况下 潘被改判无期徒刑 1977年4月 潘汉年以萧书安的名义在长沙病亡 享年71岁 5年之后 1982年 中共中央正式为潘汉年平反昭雪 恢复党籍 中央正式为潘汉年平反昭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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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正式为潘汉年平反昭雪